今天這個影片是如何賺更多錢的第四集 在前面三集我們講到了 賺錢的基本模型 如何去思考賺錢跟生活的意義 以及在第三集的時候呢 我們講到了如何去管理你賺到的錢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過前面三集的話呢 建議你在看完今天的影片之後 再回去看就可以了 因為它之間並不一定有那麼樣的相關聯 但是還是非常建議你在看完之後 回去看一二三集 那今天第四集要講什麼呢 在前面的時候我們就預告過 在接下來的系列我們會講到 各種賺錢的工具跟思考方式 以及如何操作 包含我在使用的各種東西 像是直銷、聯盟行銷、高收入技能、教練服務 線上課程 或是一些投資、股票投資 長期的、短期的各種還有你看到的各種網路趨勢 我們都會在這個系列去跟你一一說明 那麼為了照顧到廣大的這個觀眾朋友呢 我們其實會循序漸進來講 今天這個影片講什麼 來講直銷、聯盟行銷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它真的賺到錢嗎 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麼如果你要操作的話 可以怎麼樣開始執行 那麼這個話題是一個蠻大的話題 所以我預估 我們不會在第四集一次講完 第四集或許我們會先看一些比較基本的東西 但是注意哦 基本的雖然它簡單 但是並不代表它沒有用 很多時候我們在一個事業一個工具 要賺到錢 或者說做到一半無法突破的時候 往往是回歸到基本的原則 用第一性原理去思考 很多時候就會有突破 所以無論你是什麼樣的程度的 都建議你可以在接下來的十幾分鐘 跟我們一起交流思考一下 OK好 那我們就從什麼部分來講呢 先來講 What 也就是 什麼是聯盟行銷 什麼是直銷 其實為什麼要把這兩個東西一起講呢 我在前陣子 兩三個禮拜前吧 我不是很記得缺席時間 如果你看我youtube前面 可以看到有一集叫做聯盟行銷 Versus直銷 我在那一集的Podcast裡面 講到很多 怎麼樣去思考這兩個東西 它為什麼 那麼相像 然後還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那 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聯盟行銷跟直銷呢 其實很容易用一句話就可以解釋 聯盟行銷一句話解釋 直銷可能再多一句話 聯盟行銷呢就是 賣別人的東西 然後賺獎金 就這個樣子 你自己沒有產品 但是呢你有辦法當一個中間人的角色 舉個例子來說 我覺得 這本書很棒 但是呢我要去開一個書店 才可以賣這本書嗎 那太累了 而且要有很多的資金 要有很多的技能 要有很多的know how 才可以把這個店開起來還需要時間對吧 那比較簡單的做法是什麼 我可以跟 伯克萊 或者說跟亞馬遜合作 跟他簽個契約 我可以跟他申請說那我要作為你的聯盟行銷的這個行銷者 然後呢我就可以得到一個連結說 OK那你只要推薦這個連結給人家 人家買了之後 你就可以賺到錢 你就可以賺到一定的percentage 依照各個不一樣的公司 它有不一樣的分潤 像 舉例來說這本書如果推薦出去 可能會賺4% 那假設這本書是300塊 那我就會賺12塊 在這聯盟行銷就是賣別人的東西賺錢 OK好那直銷呢 直銷是這個樣子嘛 首先直銷 在這邊我就不去回歸基本定義 就是說如果你分不清楚什麼是直銷 什麼是詐騙的老鼠會 什麼是詐騙的資金盤的話呢 請去看這個頻道三年前的影片 叫做直銷業的真相 在裡面有講清楚 我這邊就不講了 那直銷基本上概念是非常相像的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覺得這一罐保健品 對我來說很有用 我覺得它很棒 我可以跟公司簽個約說 OK那我想要成為你的代理商 我想要成為你的直銷商 那公司就說好 那以後呢 只要別人呢 透過你 透過你來購買 可能是透過你來加入會員 然後購買之後呢 你就可以得到獎金 那麼一樣會有不同的percentage 那麼現在呢 因為社群網路的這個發展嘛對不對 所以其實直銷也有什麼呢 也有就是 OK那你可以呢 做一個連結一個link 把它放到網路上 可能你有YouTube你有IG 你有Facebook 你這個連結呢 如果人家透過這個連結購買 那麼你就會得到一定percentage的獎金 OK 所以這樣聽起來的話 這兩個東西是不是 非常相像 是的 所以 基本它概念都是一樣的 甚至呢 有些直銷公司呢 他們現在也都用affiliate這個字 就是聯盟行銷的這個字 在在講他們的這個事業體 OK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樣的概念 但是 差一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呢 這個直銷在英文上面叫做 這個聯盟行銷是 Affiliate Marketing OK 那麼直銷呢 我們叫做 Network Marketing OK 有人叫做Multi Level Marketing 就是多層次 OK 但我覺得Network可以更好去理解 顧名思義呢 它除了銷售之外 它多了一個組織的概念 但是為什麼要多組織這個概念 好好的賣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有層次 為什麼一定要有招募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所以我們進到第二個階段 我們來講一下Why 為什麼要做聯盟行銷或直銷 我先講第一個層次的東西 第一個東西是什麼呢 是因為它簡單快速 簡單快速 以剛剛我舉例這個賣書的意思就知道了 或是說剛剛更誇張一點 講保健品好了 如果說這個東西很棒 如果我就要去開一個店 來專門賣保健品 或者甚至我要研發保健品 那就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 因為門檻相當高 對吧 那麼輸也是一樣 所以呢 你如果要賺錢 你要提供產品或服務 除去自己去研發之外 另外方法呢就是代理 已經很不錯的公司 已經在這個市場上 有足夠多的人在消費的公司 很多人這個時候會有一個疑惑說 我怎麼確定產品好或不好 或者說很多人這個時候 會有些爭論說 我覺得這個產品好 我覺得產品不好 事實上這個時候呢 我是用比較中心的看法 去看所有的事情 產品好或不好 消費者會去決定 而消費者他付出了鈔票 他會去給這個公司一個分數 如果說 你只是在前端用行銷的手法 騙了第一次錢 那麼後端沒有的話 這個顧客的終身價值還會降低 那麼這個公司他未來 當然也不會營運起來 所以呢 如果有個公司呢 他有一些產品是十幾二十三十年 都持續在這個市場上 而且有足夠高的營業的話 相對來說 我們比較可以相信說 OK這個應該是一個 值得信賴的品項 他的好或不好 不是用我覺得好不好 或是你或是他覺得好不好 而是集體會來做個決定 OK好 所以就第一個層次來說 我們已經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東西 因為 它是你可以快速去創造第二份收入 去多賺一些錢 甚至發展一個另外一份事業的一個方式 好 可是為什麼可以發展另外一份事業呢 我們就來講一下 那為什麼要選擇第二個 為什麼有人會選擇第二個呢 就是在他組織這一塊 好我們來講一下 為什麼要做組織這件事情 我來確定一下 我繼續往下寫 應該看得到 我寫到這都還看得到 對吧 OK好 為什麼要做組織這件事情呢 因為在做這個賺錢的生意的時候 做任何東西都一樣 你都在想著說 你怎麼樣可以賺到更多錢 對吧 所以你會進來看這個影片 好 那就提供服務或產品這個東西 要賺到更多錢 這個邏輯你必須要理解 就是如何去規模化 也就是說你要賣更多東西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剛剛賣這本書 我推薦這本書了 其實也不是我在賣 其實做聯盟行銷 我直銷很多時候 並不是我們在賣這個東西 反而是我們在推薦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並不擁有這個公司 也不擁有這個產品 對吧 OK 我就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我推薦這本書 可以賺10塊錢 我們這樣算好了 假設一本書300塊 我一個月推薦100本書 我創造了 3萬塊的 這個營業額 對吧 然後呢 我賺到4% 所以我會賺到 1200塊 對吧 兩個零 1200塊 好 那1200塊好或不好呢 如果說 我只是破破文 然後我也沒做什麼事情 然後這個連結 它永續性的網路上 有人會看到 就會買 那感覺起來是一個蠻 被動的一個收入對吧 OK 那是沒錯 但是 如果說我要把它當正值的話 好像就有點困難 我如果要賺1萬2 1萬2應該是 沒辦法養家 你們養自己的話 3萬6好不好 所以我要賣30倍的書 30倍的書 那30倍的書怎麼賣 當然你可以選擇說 OK我可以賣100本 我就可以賣 3000本 我PO更多的內容 我想辦法去吸引更多流量 我做SEO 我做什麼東西 OK 這個或許是一個思維 但是 剛剛講的是3萬6 我現在講36萬呢 哇 那我要做300倍的書 所以在規模化這個地方呢 如果說 你不去賣更高 更高單價的東西 又或者是 你沒有很好的流量來源 去吸引到很多來客數 因為不外乎就是提高客單價 或者是 提高這個來客數 還有一個東西要提高購買頻率嘛 但是 賣同一本書應該不會 就賣很多書 不同的書 OK 這個在以前影片都有講過 有一支影片我在講 貝佐斯的商業智慧 就講到提高營業的邏輯 這邊就先不贅述 你就會發現 在規模化這邊 好像會有一些問題 那 這個問題當然 有些這個做聯盟行銷很厲害的人 他有很大的流量 他是大IP 大的KOL 他可以做得不錯 那有沒有其他方式呢 有 就是用Network的方式 舉個例子來說 如果我今天一樣是賣這個書 我賣給這個人 我賣給很多人 我賣了一百本嘛對不對 其中呢有一兩個人 他說 原來賣這個書啊 我們不要講書好了 因為剛剛這個東西的單價 稍微低一點嘛 我們講這個保健品好了 因為這個書 事實上也沒有 這個組織的方式嘛 這保健品好了 他說 原來這個東西 我吃了覺得不錯 而且 聽起來好像這是一個事業 那我也想做 那你可以教我 OK 他為什麼要找我 因為我有能力賣出賣給一百個人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不單單是代理這個公司而已 他 純粹去代理這個公司 他就賣出去了嗎 不會 因為他想要知道說 那 你是怎麼做的 你可不可以教我 好 那我可不可以教他 在傳統上 師徒之間呢 如果沒有一定的 契約嗎 或是 其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規範住 我要不要教他 可能看我的心情 可能看 我們的關係 但是 有的時候 難免會有 留一手的這種風險存在 就是 風險是對於徒弟來說 就是 老師 要不要教你呢 不一定 如果全部教你 你會不會取代我 或者說 你會不會出去自立門戶 然後跟我打對台 有種種的情況 其實這個如果在職場裡面 去競爭的人 應該 很容易知道 因為 你在玩的遊戲 是要往上爬 要去 贏過很多人 對吧 好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這樣說 我說OK好 我是賣一間公司啦 我是賣一間公司的 我是跟他拿貨 我是跟他 我是跟他簽約的 那你透過我跟他簽約 那我們之間就有個關係 也就是說呢 未來 你只要有銷售出去產品 有一定的比例 都是我的獎金 但是為什麼這件事發生 因為 我會教你 我怎麼做的 我會交給你 而且呢 我交給你的東西呢 你也不能亂交給人 就是說呢 如果有人 你也會賣掉一些產品嘛 如果有人 他也有興趣的話 那麼 他一樣會透過 你來簽約 那麼 你會教他嘛 那我也會教他 所以說 這裡面呢 就形成了一個 組織網 所謂的組織網 為什麼叫 Network Marketing 它的邏輯是這樣 就是說呢 每個人他身邊 或許 因為現在有社群網路 可能更多人了 但是呢 每個人身邊可能會有 一兩百個 一兩千個人 這裡面呢 不會很多人需要買 會想要買的東西 可能 3% 5% 10% 那裡面有一些人呢 買了之後呢 他 後面也有一些人 對不對 那這邊呢 一樣 他 後面也有一些人 就要透過這個 一個Network 一個Network 這個人際網路的方式 拓展出去 那麼這個產品呢 就可以銷售更多 所以 本來我或許 一個人可以賣 10罐 20罐 100罐 但是呢 更好的方式是什麼 是假設我有能力賣10罐 而我把這個方法 交給 100個人 你說拿來100個人 事實上就是用 連出去的方式 那這也是為什麼 這邊我就也不多提 因為你要去看那個 直銷業的真相 你就知道說 有人會看到說 啊 這個這樣是不是就是好像 金字塔 上面的人在賺錢 OK 我們這頻道已經講過太多次了 直銷業的真相 我還有一個打臉 自己的直銷幹話什麼的 都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去理解 什麼叫做 剝削 什麼叫做 不是剝削 如果今天啊 我還是快速搶一下好了 如果今天 我沒有這個產品 我沒有在賣任何東西 我只是跟你說 你付錢給我 OK 反正呢 或是我賣個很爛的東西 我就賣這個 這支筆 我這支筆賣1萬 為什麼 這是一個超級什麼神秘厲害 有宇宙能量的筆 OK 好 那1萬 你說哇1萬那麼貴 而且我說沒有 1萬不只貴的 你還要買10支 好 那他們都買10支 那你說這跟怎麼辦 你說沒關係啊 你再去找人買這個筆 也是賣他10支 你就賺錢啦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龐氏騙局 就是老鼠會 OK 所以 怎麼分辨呢 我有一支影片叫做 三個你做直銷會失敗的原因 裡面有講到 你要選擇公司就是 有上市的 長期 20年 30年的 為什麼 因為 你知道很多新創公司 可能 創業之後 10年內 會有9成以上倒閉 很喜歡講這個數字對吧 其實上 事實上這是真相嘛 對吧 OK好 這邊有點扯遠了 我們拉回來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是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就是規模化 因為 一般來說你以為你要自己成為流量的中心 我要吸引超多 我剛剛這樣可以賣100本 那我這樣做是可以賣300500 我就賣更多 那事實上你不一定要這麼做 你可以選擇人帶人的方式 這是一個最快的裂變 裂變 在這一個營銷術語叫做裂變 OK 好 所以如果說 我們有這個know how 我們知道該怎麼樣去做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對吧 OK好 那到底要怎麼做呢 How How這邊我只能很快速講一下 簡單來講在過去傳統的時候呢 直銷的人呢可能會 列名單 然後跟身邊的人去介紹這個東西 然後是沒有名單的話呢 在路上認識人 不外乎就是希望可以得到更多流量 對不對 但是現在呢是一個社群網路 網路行銷 社群行銷 影片行銷的一個時代 任何人呢都給自媒體可以呢 在網路上去吸引流量 並且呢在網路上把事情溝通清楚 所以呢不管是聯盟行銷 還是直銷 組織行銷 事實上現在最好的方式呢就是 自媒體 內容行銷 那你只要可以提供價值給別人 你只要可以幫得到別人 那麼事實上 他為什麼不跟你合作 你去看一件事情就是 他跟我合作到底有什麼壞處 舉個例子來說 在網路上有一位我是JK 他就是我的學生 我的合作夥伴 在初期的時候 他只是一個補習班老師 然後呢 不是說只是一個補習班老師 應該說他原本是一個補習班老師 他並沒有YouTuber這個身份 那他跟我合作之後呢 我告訴他說 事實上這個事也可以這麼做 所以呢 他現在把他的頻道做起來 也有一萬多人 那麼你去想像一下 他在這邊 他有各式各樣不一樣的年輕人 像在IG上面 如果你看看IG Secret 那一樣也是 學習我們的方式 他找到一個 影響Melo 那找到各式各樣的人 那這些人他這邊呢 大概加起來 或許有五六十個人 這五六十個人呢 就是透過我認識他一個人 所發展出來的 那這邊所有的營業額呢 都會跟我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我會不斷的把 我學到的網路行銷的方式 組織行銷的方式 教他們 然後呢 還有更多我們在這個頻道裡面講到的 個人成長 心智模型 時間管理的技巧 都交給他們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他們把這個店做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生意方式 如果你做對的話 理論上 他會是一個最好的商學院 在我們三年前的影片 就這樣講了 我三年前是這麼說的 到現在三年後 我發現 這句話真的沒說錯 OK 好 那具體來說還有什麼做法呢 這邊這個影片 已經快要二十分鐘了 所以我這邊就不往後提了 如果你對這一類型的商業模式 不是有興趣的話呢 自媒體啦 網路行銷啦 組織行銷 這個 創造第二份收入 斜槓 自由工作者 這些概念呢 是有興趣的 請到run5.tv 斜線 GiH2020 你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2020年全新的Program 是怎麼運作的 OK 那麼以上就是 如何轉動之前第四集 在未來的影片呢 我們會講到更多 包含股票投資 包含一些高收入技能 還有各種QA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討論 我們下一集影片見 掰掰 來吧 好 來吧 來吧 20 好 20 2 4 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